大家好,我是井哥 今天给大家看个东西 一个candle 聊一下candle 你真的需要candle吗 我买过来这个已经两年多了 一直闲着在那里 今天我把它卖了 大概达了五折 把它卖了 这个是9.7寸的 买过来 抗酥的效果是非常舒服的 它是没有那种像一般的显示屏那种谎眼 它是不会的 这个就是那种墨水屏 看着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 你知道的 这些东西 现在哪有谁能静下心来好好的看书 我觉得是非常少 我也一样 拿过来一本书都没有看完 然后就丢在那里 闲着在那里 闲着放在那里也是浪费 我觉得卖了还是给喜欢看书的人 我还是更好 所以买这些东西就是要自己感受小 自己评估一下自己会不会坚持持续的看书 如果坚持不了的话 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别买的 不然放那里闲置是一种浪费 这个candle当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用iPad彩色的 线书都是很多都是有很多插图啊彩图啊 越来越多了 所以candle这个东西我觉得 黑白的我觉得这个会 利用率会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它是越来越边缘化了 它用这个东西的人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不是特别需要的话就是还是别买了 最好还是买那个iPad iPad的功能太强大了 可以用笔啊做标记啊 这些的哦 这个的话不行只能看 然后这个缺点就是没有背光 如果有背光的话它是非常好的 非常实用的 网上也可以看 白天的话稍微暗一点也可以看 如果这个没有背光的话 你必须得阳光那个光系好的地方用 不然的话效果不是很好的 看着非常累的 所以你即使要买这个candle 一定要买有背光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大小的话我觉得9.7寸更好 你小的那看的费老大劲了 没必要直接就买买最大的 我这个就是89.7的 其实索尼油款更大的 那个四五千块钱那一款 那一款觉得 嗯反应肯定比这个快多了 但是那个东西四五千块钱太贵 Apple买iPad的 是吧 所以这些电子书我觉得是 如果有强烈有这个特别大的需求 就是文看书啊这些看那些资料 强烈的需求的话可以买 不如一般我们就那个我看一下书的话 强烈不推荐买candle 直接买iPad我看一下就完了 好这个candle就聊到这里 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请加关注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 请订阅我的频道啊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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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